Lio的劉斯晉 天眼中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不列顛人對上Poshimia人 這場比賽是天氣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先來看一下藍方式選擇了 這個不列顛人喔 那不列顛人是很多新玩家 比較喜歡的文明喔 那他最大的特色應該是 廣為人知的這個英國常攻兵喔 那正確來說應該是不列顛常攻兵喔 那常攻兵他最大的射程是12射程 基本上是可以跟城堡對射是沒有問題的 除非你是遇到條頓城堡 那就領當別論了 那不列顛最大的特色 除了這個射程以外呢 還有這個承認中心的造價是半價的 木頭半價 死都好像沒有 印象中 那不列顛人這個效果呢 讓他在城堡時代初期喔 可以3TC快速撒農起來 所以在一些團單地圖來說 不列顛算是農得蠻快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要值得注意的事情 後期的不列顛在團戰的影響力 其實沒有像其他文明這麼有感喔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常攻兵呢 是沒有拇指環的關係喔 所以射速上來說是有點缺陷的 如果對面直接強攻過來的話 通常火力會有點不太足夠的情況出現 所以玩不列顛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喔 要利用自己的常攻兵喔 盡可能去消耗對方的兵喔 一直用自己射程去換 那換到後面自己可以轉出一些劍兵勇士阿 或者是打一些重裝騎士喔 或是大洛瑪之類的喔 他們有大洛瑪 輕騎兵之類的 去做一個消耗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他在團戰的後期呢 主要的一個功用 是打這個戰狼巨型投石機喔 這個巨型投石機只要操控得好 通常也可以打倒大量的工兵單位喔 尤其是這個巨頭 有這個戰狼效果之後會有爆炸傷害喔 所以通常可以打倒一整排的步兵喔 或是遊俠也可以喔 還有這個弓箭手都可以 只要你操控的話 遊俠都一定也可以激活打掉的 那不列顛的話 後期組合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對手的威名 那對手這邊是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最大的特色是城堡時代 可以研發宗教狂樂跟神聖思想 那以上這兩個科技呢都影響到村民喔 分別是增加血量增加移動速度喔 所以他帶城堡時代的移動速度 會比其他的村民喔 快了一點點 我記得好像比伯伯還要快吧 所以他這個跑速呢 讓他變成村民跑最快的文明喔 可以讓他的經濟效率再更好一些些喔 那波西米亞的後期組合喔 通常都是打火槍斃喔 還有這個榴彈炮 那城堡時代可以研發化學的關係喔 所以弓兵的傷害也會比其他的文明 多一點的傷害 而且還研發火槍兵的關係喔 所以他的城堡時代火槍被 火槍配奴兵還有這個槍兵路線喔 是非常難產的一個組合 好那接下來就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那現在來看到這個石頭在右翻喔 右翻的話石頭算蠻安全的位置喔 這個只要稍微圍一下 通常沒有什麼問題喔 雖然圍的範圍是蠻大的 看起來是不太好圍 左邊這邊也是稍微圍一下 那這邊可以直接圍到底 那圍到底的話也是需要一點時間喔 那目前看起來喔 這個波西米亞的潛起喔 會比較痛苦一點 但是只要能夠圍死的話 波西米亞可能就會好打一些些喔 好接下來看一下不利典人 那不利典人這邊 黃金在左邊 果子在後面 唉唷地圖很不錯喔 然後石頭在右邊喔 雖然右邊這裡有 如果有再多一塊木區的話 那就太完美了 那目前看起來喔至少有合格喔 那這邊稍微圍一下就好 然後這邊圍過來 然後TC連防 這邊稍微圍一下 甚至果子也不圍 直接圍到底 這邊圍到底 超級小圍喔 那它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建築工的時間喔 然後展出更多經濟人 那地圖來說的話 不利典這邊至少有七八十分的分數喔 我的... 心目中的評價是蠻高的喔 因為這個 只要花很少資源就可以圍起來 地圖是不錯的 雖然前期果子跟石頭會遺漏在外面喔 但繞城堡Style 第三個城堂中心插這裡喔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然後後續再補下城堡啊 在正面喔 或是在右邊的位置也可以喔 好 那這邊不列顛其實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打法 就是因為它吃豬啊 綿羊 這種可以驗化動物的 吃的速度特別快的關係喔 所以不列顛前期也很適合打這個 裝甲 裝甲塔 或是裝甲 裝甲 都可以 所以不列顛人 也有可以考慮喔 打這個 裝甲系的 那 其實也可以打刺猴啦 但我覺得裝甲會比較 更適合不列顛人喔 好 那 這個時間點就差不多上 封建Style 就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擇 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現在破西面阿 拉刺猴過來看 欸 有點小撞TC喔 這個 刺猴血量基本上快要殘血了 這個影響力就不太夠了齁 殘血的刺猴沒辦法單殺村民 好 兩邊第一時間都補下自己的 法夢技術 那後面呢 破西面阿則是補下一個馬舅 嗯 不列顛這邊有可能會打工兵嗎 欸 結果也是打刺猴 好 那打刺猴也可以接受 畢竟這個刺養刺很快 但我個人不太喜歡玩不列顛的時候玩刺猴 雖然我現在覺得喔 每個文明都可以在封建時代都打這個刺猴開局 那有些文明是不太適合的 好這邊刺猴 能不能鑽到 右邊的 木牆 沒有辦法 被槍兵給 拉走了 下方這邊 要小心 刺猴右邊 會進得去嗎 槍兵 有點危險 拉走 OK 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都是圍個大圍的 那破西面阿這邊是小圍 你看這邊他小圍喔 還是要花很多資源喔 在圍的 那左邊這個地方也是喔 好 刺猴三隻 小心 好 這邊收掉 他圍得很快喔 這邊還圍兵工場 OK 那這樣家裡就圍完了 好 圍個超小的 但他還沒有到像我說的那麼小 他至少要把果子圍起來 好 那這樣子圍的話 防守區域就少了一點點 然後正面圍死 哇 打得最穩的那一種 那不類別人這樣子圍 我也覺得蠻喜歡的 那為什麼我不會建議大家這樣大圍 最主要是因為 前期喔 大概可能對遊戲部首 圍速度太慢的話 對方刺猴很容易就會騷擾過來 那你這邊有沒有長槍兵防守的話 可能就很難圍死喔 如果真的要大圍的話 自己最好是按點槍兵喔 在家裡擋 會好一些些 好 普列連這邊點下了弓兵 好 開始要慘了 好 這邊三隻刺猴 加上一隻弓兵 直接戳掉了波西面阿的金礦 這個金礦真的遺漏在外面就很難受 所以我猜說 波西面阿這邊 地圖真的很難打 但沒關係 波西面阿這裡沒有打算要提倒挖黃金喔 反正是挖到兩百黃金之後就不挖了 反正他也是要升到城堡時代 才要跟對方繼續打架 好看一下這邊吃頭互打 兩邊都損失了一些單位 看起來是五五開 並沒有誰優誰裂的一個問題 好 這時候普列連點點下一擊射 一擊龍也補了 好 但是波西面阿上城堡時代之前有點輪軸技術 這個相當細節 這樣經濟就會非常好 好 前線補一個劍塔 這個劍塔施必要補了 不然會斷金 好 刺猴稍微爭取一下時間 讓對方不要再繼續往前 好 劍塔1號 收穿 直接直擊這邊的工兵 工兵直接走到塔下 想要斷對方的經濟 太狠了 這裡要趕快下射箭場出毛兵喔 不然就是要用刺猴硬打 不然就要出騎士 要等這個城堡時代騎士出來 才可以挖黃金 OK 這一坨工兵加刺猴 確實讓波西面阿稍微斷到了一點金 金礦有點不太足的問題 好 把殘血的村民收到六萬塔裡面 OK 這一波村民爭取到了一些時間 也解到了一些工兵 待會騎士出來解就會解得很快 但這裡由於沒有市集的關係 騎士也不能按 可能要按刺猴 欸 有 有 有市集 看要不要賣個100肉或100木 然後去點個騎士出來解 好 這邊直接用村民直接全套拿下 笑死 最後也不用村民阿 這邊就不如就直接蓋個城鎮中心吧 然後這裡再補一個 3TC開農 我覺得這樣好像蠻不錯的 這樣點這個採礦能力要再花100木 直接加碼175木頭 蓋城鎮中心感覺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好 那這邊有個細角 他把殘血的村民拉到城鎮中心裡面 這附近的農田開始開農 讓滿血的村民在外面喔 盡可能的保留多的血量的村民 在外面做工作 這樣就可以損失 就會比較減少自己的失誤喔 好 後面補下一個修造院 待會這邊黃金要再補一下 要點下宗教狂樂 好 這邊先射掉一片農田 不列電 不列電利用自己的射程優勢喔 哇 射得非常遠 好 二級射也好 這邊射龍田速度會再更快一些 不惜秒可以安可戰車出來擋 因為不列電是弓兵國 戰車是很適合打弓幣的一個單位 因為他遠防夠高 基本傷害也不太低 有17攻 而且打弓兵傷害特別的痛 好像也沒有了 就是17點而已 因為攻兵的血量很少 所以看起來會特別痛 基本上打個三砲 這個奴兵就會死了 那這邊拉兩台出來 再補了一個 承認中心補到了前方的位置 這個有點偏前面 待會這邊也可以再補一個 好 戰車陸續開出來 那胡斯派戰車的一個特點 就是他除了主要的大砲 他還有會噴出小小子彈 幫忙輸出 這個有點算是四季帝國裡面喔 科技最奇怪的一個文明 雖然歷史上來說 好像確實是這樣子 的一個特殊單位 就是一些農民喔 拿起一些槍阿 或是 那個農夫的靶子 就在這個車子裡面 射弓箭阿 或是射子彈之類的 但那個時代不知道已經有沒有火槍 這個有點耐人尋味 好 這邊看到戰車過來 空兵只能逃 那胡斯派戰車現在最好的打法 就是用投石車 那他在四月份的大型改版中 有新增了一個能力 也不能新增 應該之前就是有 就是投石車砸下去的時候 會有增傷 那大概算了一下 青頭大概三到四法 就可以砸掉一台 胡斯派戰車 那中頭的傷害會更好一些 通常遇到胡斯派戰車的打法 通常都是用騎士喔 配上投石車做一個搭配喔 才可以解得乾淨 那如果你是用騎士解的話 那波西米亞的疾兵也會很棘手 因為波西米亞的疾兵有這個 額外增傷的效果 所以打騎士喔 抗騎士的衝鋒能力喔 是相當好的 所以通常喔 遇到這個情況 不列顛應該會轉出頭側喔 做一對 用騎士去換的話 會蠻傷經濟的 而且效果也沒有那麼明顯 畢竟自己不是騎兵果 好你看這個騎士過去高打低爆開 很難受啊 好 這邊自己用弓兵的射程優勢 去阻止對手戰車繼續往前 那現在有三台戰車的話 就可以是集火一隻村民喔 只要沒有打歪 就可以馬上秒殺一隻喔 欸你看這個打歪了 好 三台戰車開了 開到城鎮紅金附近 戰車開年 哇 又一個無視 城鎮中心的 現在四季地國裡面 戰車都直接開入城鎮中心嗎 太狠了 真的是會玩耶 城鎮中心完全打這個 戰車不太痛 好 偷車過來 好 但是用大量箭矢還是可以撿掉 好 我看砸一發直接半血 頭車砸浮斯帕戰車還是相當關鍵的單位 好 這邊一個圍城圍好 大家稍微讓它收村喔 還有這些蓋這些建築物的時間喔 有確實讓不列典經濟喔 受到一點小小傷害喔 好 這邊這邊蓋起來一棟城堡喔 哪時候突然蓋了 偷偷蓋了 這棟城堡能蓋起來 OK 遠距離有點近喔 這邊可以按重車了吧 這邊還在按青頭喔 這邊就要看 不列典要怎麼反制這棟城堡 這邊頭車砸一發 但是頭車應該會換掉 OK 再砸一下 哇 又半血 超痛 兩台一起 沒問題 胡斯帕戰車遇到頭子車真的是有點難打 但他用自己的傷害硬扛也是能換掉頭子車的 工兵基本上可以不用理 先換掉對方頭子車是上等策略 只要對方沒頭子車 胡斯帕戰車就可以盡情的輸出 那胡斯帕戰車來說也是非常昂貴的單位喔 木材消耗量非常多 所以你看到像波西米亞的木材配量 配到快要三十幾 超級多的 現在肉有點缺喔 自己承認中心開了三個 但是沒什麼肉 好 這邊稍微灑農田 好 填下了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村民的血量 還有僧侶的血量 好 布列店這邊可以考慮喔 出一點這個 衝車喔 去解城堡 但他一直在出青頭 可能覺得說 如果這邊出衝車的話 很容易自己的青頭數量不夠 會被戰車給壓制住 這個觀念也是相當對的 好 那這邊這台 這座城堡可能就要送到地龍斯帕 才會用巨型托斯機去解掉 那目前村民領先呢 是由布列店領先的 這邊是97吋 數量非常多 而且是四座城燈中心喔 開農 好 頭車砸一發 兩台 同時輸出 打了非常多傷害 這邊砸一砸 看起來可以輕鬆砸掉 哇 但是右邊這裡還有好幾台沒有砸掉 哇 這邊再圍一下 哇 想要修修不起來 弩兵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真的只能被戰車追著跑 那還好戰車跑的速度慢了 應該是追不太到 好 我來點一下輪軸技術 倒了100村踩點 那就要看要不要直上手推側 這邊再上手推側其實也蠻剛好 但是木頭需要200 看要不要再存個200 木頭 好 去出一下 好 那如果有手推側的話 待會上帝龍師帶速度會非常快速 好 這裡想要補一棟城堡 波西米亞這邊本來想要補 但是沒有成功蓋下 這裡引進點下救贖思想 頭子車可能會被招翔走 哇 像不利點非常難打 這個 要繼續往前嗎 好 還好 極限劇拉走 好 裡面也補一棟城堡 做一個對抗的動作 好 那不利點這邊可以點一下帝龍師帶了 趕快點帝龍用巨頭 趕快去拆對方的城堡 好 封兵在後方 繼續繞 看能不能繞到一點村民 抓一些村民 賺一些經濟 但對方的戰車已經四面八方的包圍過來了 這一頭奴兵能夠順利脫逃成功嗎 好 回到下方這邊 這邊看起來差不多 兩邊的帝龍師帶只差20秒 那現在不利點是雙城堡情況 可以先出兩台巨頭時機之後 點下戰狼技術 然後再補下第三台第四台 好 這個增兵技術 順序大概是這樣子 那待會一升到電影時代 這個奴兵也不用急著升級 三級色也不用先點 因為待會的肉量也是很缺 還有這個木頭黃金都是 好 不要往他點下 那如果不利點有點下義勇騎兵的話 劍塔3會再多增加一點點 當然這邊增加劍塔3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畢竟人家的遠防就是高 7防 好 戰車這邊處理奴兵的效果非常好 剩下十隻奴兵 終於補下了化學 柏西米亞化學點下 待會就可以出火炮 進行對於巨頭的反制 那不利點由於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巨型頭時機 做一個 反制動作 不然他可能會被火炮吃得死死的 所以柏西米亞這邊的關鍵 就是如何轉出大量的火炮 去壓制對方的巨型頭時機 只要對方巨頭 只要自己能 三台火炮一次打掉的話 就可以處於優勢 柏西米亞這邊壓力給的非常十足 好 不利點這邊是點下三級射跟化學 還是先走工兵路線 而且有生長工兵 生了15隻的長工兵 雖然還巨頭一直按 這邊是打算按四巨頭 然後再轉戰狼 路線不太一樣 這邊還先補下了中頭 哇 那...戰狼可能不會點 先點中頭想要來解戰車的部分 這邊駝射了一隻村民 三級射之後 奴兵的射程來到了5加5啊 十射程 好 但柏西米亞的村民血量很多 55滴血 現在八隻奴兵有點沒法一次集火 收掉一隻村民 這個擊殺效率不是非常好 好 現在左右開攻 好 火炮中了出來 趕快拆一下普利典的巨型投資機 長工兵也出來想要反制一下巨型投資機 這邊有機會砸得到嗎 沒有砸到 哇 這邊只上普利典長工啊 看來他要捨棄戰狼號了 長工直接硬點火炮 哇 這邊點得不錯 直接射掉 nice 而且這邊已經有6加4化學點 三級射也有 長工解火炮 這個想法相當好 但是長工解火炮就要犧牲自己一些的長工數量 對方戰車太多了 要等到這邊中頭數量夠多 才有可能打得贏正面 OK 這邊再砸一發 哇 哇 其實波西米亞這邊損失也是蠻慘重的 這個戰車數量瞬間下降了 只剩下9台 這個數量沒有辦法撐起正面了 對方待會不列天再按個兩三台 正面的這些戰車可能就要消失殆盡了 好 那波西米亞這邊巨頭可能要先撤 這邊再繼續打下去 待會如果偷偷點戰狼 自己的巨頭可能會送掉 好 波西米亞這邊轉出了輕騎兵 那波西米亞本身也是全能系的文明 步兵 騎兵都能打 而且都有三級馬侃 雖然馬沒有品種 但他這個馬的效果 就有點像是維基人的這個馬 沒有品種 但是有三級法 這個比維基的馬好太多了 好 這裡補下了三級的工兵練甲 還有這個輕騎兵的升級 好 戰車數量後面補了過來 好 想要中間蓋城堡 這個可能要 等一下才可以過去蓋囉 好 波西米亞這裡補下了戰毛兵 跟二級色的升級 但走戰毛路線也打不太贏 現在PLAYDEN這個組合 因為中頭很適合打戰毛 也很適合打波西米亞戰車 那這邊中頭最好處理方法 就是 出 聖旅喔 去招降對方的中頭 然後再用他的中頭去打擊自己的長攻 可是波西米亞 現在比較好解的方法 當然也可以出榴彈炮 但榴彈炮的升級支援的需求太多了 那射程死散的情況下 還是有機會喔 被PLAYDEN常攻兵給點到的 所以現在出榴彈炮 感覺不是最佳選擇 或者可以嘗試出點騎兵喔 去騷擾波西米亞的強攻 跟這個打中型投石機的一個效果 可能會不錯 哇 這個中頭拆掉了所有的戰車 戰車全部倒光 這毛兵 接續 接到正面戰場 但是可能有點擋不太住 中頭的傷害力太高了 戰車以下就爆了 好 這邊中頭打掉了一台 而且還招到了中頭 水啦 炸一發 嗚 還好沒有炸到太多村民 村民應該可以蓋起這棟城堡 好 終於補下了清騎兵 清騎兵過來 OK 清騎兵可以打戰車也可以打戰毛 好 那有一個肉盾可以擋住 鬼略點常攻兵數量就有機會可以蓄起來 好 這裡趕快修 趕快繼續按常攻兵 那農田的部分可能還要再補一些 所以有點缺肉 清騎兵數量繼續疊了起來 中頭有在按 鬼略點這一波打的確實漂亮 好 上面在搶黃金 全部混在一起 好 這邊有點反打回去了 霍西米亞點下了強弩 但這邊強弩是 不是強弩喔 弩兵是打不贏 不列典常攻兵的 除非近距離射得夠近的話才有機會 那不列典這邊要打贏應該是聖券在握了 看起來是沒問題 這個戰毛兵繼續出 還是會被中頭給砸光的 這也是不列典很常會搭配中頭一起出現的原因 對方突戰毛兵 通常可以擋下不列典的長弩 但遇到中頭的話就擋不住了 對方一定要轉一些馬舊單位 騎士單位去解一下 工程器還有長弩兵 擋個肉盾會比較好 後面繼續戰毛輸出 甚至可以出個榴彈炮 這個偷偷點一下 這波長弓高地 配上中頭也高地 巨頭也高地 全世界都高地 霍西米亞被站了這個高地之後 門面被壓制住 非常痛苦 這邊抓了一隻 刺頭過來解一下挖金礦的村民 霍西米亞經濟越來越慘 右邊這塊黃金沒有看到 這裡補下了攻擊的升級 竟然不是先點三級紡 左邊有一隊奴兵 配火槍的小隊 偷偷出發到了不列典領地 那不列典他這邊都有城堡跟釣望塔 應該只能抓到這一坨 黃金礦的村民而已 但如果能全部抓到也是滿補的 哇!結果這邊 戰毛直接被中頭砸了一波 損失了一些數量 附下了步兵鎧甲升級 這個是想要升重裝長槍兵的意思嗎 嗚!中了 神鯉開招 長弓直接射神鯉 只能作用開始騎 但是還是招到了 砸到了一發 臨死之前拖了一下 但是沒有拖到大量的長弓 長弓這邊控的滿不錯的 下方這邊果然拉村 拉走了 待會這一坨想下辦法 待會這一坨想下辦法 好!彈道學不下 火星咪亞用盡最後的力量 擋住不列典有機會嗎 火炮出來 反之雷巨頭 能長弓射程還是太遠 趕快再補一下火炮的傷害 應該可以修回來 這有機會修得回來 下方有戰毛兵 真的修回來了 但是回頭被補了一些傷害 還是倒了 他如果一直往回走的話 就應該活得下來 這一坨火槍配奴兵的搭配 是蠻麻煩的 但是用大量戰毛兵 應該是可以解得乾乾淨淨 OK 右邊城堡終於垮了 火星咪亞的城堡只剩下領地的最後一棟 這面不列典雖然有點被壓制住 但實際上來說 不列典還是非常優勢的狀況 好 家裡的這一坨兵解完了 戰毛兵也走出來 三機房也要好了 待會再補下更多肉碼 這個木頭76人在挖木是什麼畫面 有點怪怪的 右方這邊挖黃金沒有挖 這時候 不列典看到火星咪亞沒有挖黃金 應該心裡 暗爽了一下 現在對方已經非常缺金了 確實是喔 他非常缺 這邊就有機會了 自己去偷挖 也有可能 出了這麼多戰毛 殘攻兵的數量還是很多 這時候火星咪亞受不了 大家出了 好久沒有看到不列典 長弓兵 射程優勢發揮得這麼好 這就是一直poke 讓長弓兵一直發劍 確實讓不列典的高地 佔到了一個非常大的效果 即使戰毛再低速 對高地的長弓打 還是不會打到這麼痛 還是高地打低地 讓戰毛兵的血量降低得非常快速 雖然波西米亞也是用森旅 招響到了不列典的中頭 但是最後呢 轉出火炮 還是會被長弓兵 稍微反制回去 所以這場有點算是射程大戰 但不列典的射程優勢 還是蠻明顯的 只要一直出這個不列典長弓的話 後續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雖然已經沒有黃金了 我們再轉一些弱馬 或是把這個黃金挖一挖 甚至挖對方的這裡的黃金 或是右邊這個黃金 都可以 後期的波西米亞要打贏這個組合 確實難打 只有這個擊兵能打 那擊兵被配在矛的路線 可能也撐不太久 因為還是很容易被不列典 可以反打回去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託 我們就到這裏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